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去玩 或者喜欢什么都靠他 可是内部的宝物可一点都不少 就拿乾隆而言 历史都为其标榜明君 认为其雄才伟女 除了在治理国家之外 乾隆可是工作爱好两部物 特别喜爱高艺术 喜爱字画古墓和奇珍 平时出现游玩也毫不耽误 底下人看到这么一位榜样 自然要学习搞家艺术 和身就是一个人才 不仅懂得自己玩 还知道怎么孝敬乾隆 就这样 清朝的腐败汤无言重 所有当官者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如果能当官 那之后又该怎么搞钱 结党营私 哪个职位搞钱就去抢这个职位 再加上满西子弟的跟风魔方 基本都是靠国家养着 或者根据自己的特成搞点产业 而清朝也渐渐走向了末路 国库空虚时就开始加税 而之后又经历了几次赔款 几乎没有家底 不过没关系 周而复始了压榨百姓就可以了 慈禧死后 也将大量金银带入了坟墓 在清朝灭亡之后 袁世凯也想捞一笔 所以就前往国库 可是打开门之后 却有点懵了 因为里面仅仅只有几个演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